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Pocket MMO 今次在天皇聯盟前 講講拆天皇的陣容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都經常性拆天皇 先讓大家看看我的戰績 戰績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平均合起來 100次左右 要什麼精靈呢 先讓大家看看 我會分兩部分 首先第一批是Support 型 也可以叫做坦 就是兩隻巨金 再加一隻幸福蛋 性格 性格 個體 努力 怎樣練習呢 我會在影片上展示一張圖片給大家去撿 不過那張圖片是舊版的 我這套是舊版的 先讓大家看看 有些人說拆天皇是否一定要高V 生強一點的會好一點呢 給大家看看 我還沒換過其他隊 只用過這隊來打天皇 大家可以看到這隊裡面 得幸福蛋 比較像 三個都是滿汗 這三個滿汗 其餘都是白色的 至於中間的更差 全部白色 然後大概平均14-5左右 這個個體值是全部 而第一隻就有血V 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一點 但也不是十分好 那... 我都打贏過這麼多次的話 其實證明不一定要5V 我相信5V跟普通什麼V都沒有 最大的分別就是 有機會5V其實是穩一點 但我都不肯定 因為有時候看AI怎樣判斷 用什麼技能 有時候可能他見你惡 防禦那麼低 他就直接砌下你 又或者對面感覺你... 很高防 那我選擇用另一隻寵去打 都不出奇 因為我自己都未摸得熟 天皇如何運作 但也分享一下我這個配置 是可以打到天皇的 那為什麼我會用這麼... 這麼差的寵呢 是不是我想表現給大家看 其實用這麼少寵都打得贏 這個其一啦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大的原因是整寵貴 整寵很貴 尤其是巨金怪呢 我想十幾萬 甚至幾十萬 甚至一百萬都不出奇 如果你想弄一隻比較強一點 硬一點 那這兩隻巨金怪 其實就很少可會進行攻擊 雖然有幫他配到一樣的技能 有這個電拳和地震 但是呢 這兩招只是突發情況的時候用 突發情況 那基本上這兩招是不用的 OK 那三隻基本上就是造坦 如果真的要練V的話 都是練血防特防速度 這四項的V 那其他攻擊就不太建議 不太建議 好 至於剛剛說到的造價問題 其實都偏貴的 就算我講用這些不用怎麼用V的重 其實都要改技能 這四招都是要買回來的 即是那些招式機 招式機大家都知道多貴 招式機大概兩萬多三萬一招 對 接著就... 這裏加起來都十幾萬了 十幾萬 還要沒計算你弄寵 你弄寵那一刻可能更加貴 接著每一隻再帶一個廣告維根 廣告維根幾錢呢 十萬元 十萬元左右 如果有便宜過十萬元 那算是OK的 又或者市價跌了 所以其實平均 我就算這些這麼低V的重 我都要收拾起碼 幾十萬 甚至一百萬的技能 去到學技 OK 好啦 Support就講完了 其實戰術是怎樣呢 我一會兒會有條影片再講解 其實很簡單 我一會兒會略略講一講 OK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攻擊型 輸出的選手 輸出手 分三隻 三隻坦三隻輸出 這裡就是大力娃 一樣先看IV 即是個體值 個體值方面一樣可以看到 都是很多白色 只有兩點是綠色 比起幸福蛋來說 幸福蛋已經是整隊裡面最強 為什麼我會這樣配呢 都是那個原因 一來貴 一來貴 二來就是 我都是覺得不需要浪費太多錢去投資在天王隊 假設我用幾百萬 因為這隊如果你要組一隊超完美好穩陣的隊 其實我想差不多四五百萬都有機會要花 真的差不多 又或者更多都未定 我不肯定 因為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要不然要打多久才能回到本 譬如 現在出了五個地區 五個地區 如果一個小時內 或者一個多小時都完成 都要收入到大約五十五至五十八萬左右 比進六十萬 六十萬你都要打十轉 打十轉才能回到本 但打十轉其實很累 其實打得天王也很累 賺錢是快的 但有少少戰鬥上的經驗是必須要有的 譬如你要知道那隻寵是如何聯防 OK 這一部分就要簡單地說一下戰術如何 上面那一組防御營 即是這個support手 大家可以看到有氣化這招技 很簡單的就是 將這個廣告維根 氣化給對手 廣告維根就是會鎖技人 譬如那隻寵用了這一招技 他就不可以再轉技了 除非他換寵 就會鎖對面NPC的技 譬如假設對面用地震 對面用地震 鎖了這個地震的技能 這時候就可以派一些 免疫地震的寵上場 然後做強化 譬如是這個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帶了氣球 不是龍頭地鼠可以抗到 是龍頭地鼠的氣球可以抗到 就可以上場完美的抗傷之後 再用這個劍武去強化 對 大家可能不是說真的好聽得明白 不要緊 我之後會有一條影片詳細地說 因為我分開兩部分說 這一部分就是講配置 另一部分就是我實戰的情況 那算不算說很難打呢 你如果沒有一些戰鬥的經驗 其實你會很辛苦 你為什麼經常都會死 又或者是做不到好像我這個效果 因為經驗不夠 有機會 因為其實打天王 我覺得比較像PVP 比較像PVP 只不過對面是一個單純一些的選手 單純一些的玩家 他不會像人一樣可以讀到你用什麼技 就比較簡單 所以這一部分就 你用天王刷錢 你需要一些戰鬥的經驗 OK 那我們跳去下一部分就直接講一下 我一邊打天王一邊去到講一下這個 OK 下一部分就講一下 一邊打天王一邊講一下這個流程是怎樣 還有什麼注意 好了 來到我的配音時間 這裡就是我之前打天王的時候的一些片段 可以看看 一開始你看到我已經在合眾天王那邊開始了 因為 在合眾天王的時候 就是最長的天王那條路 所以我建議一開始打天王 然後去參加冠軍的時候就開護符金幣 你看到的流程都比較簡單 還有都建議大家看著左下角 大家看到有個戰鬥的聊天框 那那個最好看著他 因為怕到時候你忘記在做什麼的時候 你看到戰鬥都可以知道 好 打完合眾之後就可以馬上來到關東 一樣 第一時間換氣法 你看到他換了啟寶龍 啟寶龍用火拳之後 我們可以馬上轉做水晶燈火人 很簡單 如果對面沒有換寶 那就真的成功鎖了 然後就可以強化你的寶 當去到四五級的時候 就可以加這個速度強化 你看到非常流暢 只要你加強化的話 其實天王這些是輕鬆拆的 是難就難在第一步 你能不能夠鎖到他的技能 這個就是最看技巧的 整條片都加了很快 大家就看一看 好 來到第二個天王之後 我發覺有些少許突發情況發生 讓大家看看 第二個天王對手派出是鰻魚王 我一出巨金掛 一如既往都是氣法 對面鎖了噴射火炎 你看到我的巨金掛是死了 因為我是想省回那一彎 以及扔隱形癌 因為扔隱形癌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如果對面有一血筋 或者有堅硬特性 其實這個是破掉的 所以一定要扔的 你看到我是為了扔釘 而立即放棄了這個巨金怪的性命 我覺得有時候你要懂得去到捨棄 支持者的巨金怪的性命 有些情況下 這裡看到黑魯家 立即換上這個幸福蛋 來趕走對面 要不然就很麻煩 如果被他帶自消消下去 一定會死的 好 成功鎖了這個格鬥技之後 繼續強化 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一樣打法 其實全部天王都是這樣打法 可能在最後會講一講 有什麼重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我不敢肯定 會寫得全 因為天王的隊伍 其實都是看彩數 有機會他沒有那隻寵 有機會出了一隻特別難搞的寵 也不奇怪 好 很簡單 都是一樣 吃藥 看好物品才入場 好 對面派出的啟暴龍 火焰拳 一樣 水清燈火靈上場 對面換寵 那就麻煩一點 立即拿第二隻巨金怪出來 再棄發 去嘗試鎖對面 你看到對面已經在鎖咬碎 這個又是一個麻煩情況 惡系的人沒有一隻寵 可以說是完全不受傷害 所以這裡派出一個大力蛙上場 這裡很靠彩數 如果對面一爆擊的話 如果你大力挖復古 那一彎被人爆擊 甚至是鋼房 就很危險 這裡真的要留意 這一部分就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差不多打到最後天王 其實巨金怪可以死也沒問題 你見到巨金怪死了之後 一路用雷姨背打那隻龍頭地鼠 不肯換 就成功了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推光了 非常簡單就推光了 好 之後就去到風圓地區 風圓地區我覺得也有點麻煩 因為 看看這裡有沒有 因為它會有一隻穴衣 我覺得穴衣很麻煩 其中一隻麻煩 對面派出鯉魚龍 鎖了水技 之後就有大力蛙上場 好幸好它就鎖了 所以就不動 加一個加速 基本上都推光了 因為大力蛙復古座 基本上是 應該是差不多千多攻 一下 就是一隻重已經千多攻 這裡打下去 好 好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難 而且最主要是看你想怎樣玩 OK 現在路卡應該鎖了格鬥技 我還要把隱形鴨 一定要放隱形鴨 如果你忘了放隱形鴨 就很麻煩 有機會炒了車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一些人為犯錯 這些人為的錯失 令到整場炒車都不奇怪 只要你們好地地放好 做好事情 其實就真的不難打 但真的也是那句 要記得在戰鬥的聊天區 即是聊天框 一定要看實 一定要看實 這一回合你做過什麼 有時候 我覺得天王是一個繁複 或者是繁複的工作 或者繁複的對戰 即是有時候 你打太多 你未必會記得 你打的是哪一場 甚至是你今場做什麼 都未必記得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看著 好 那大家都看到 天王其實都 難打在於他所技能 現在 因為這個天王隊 主要都是靠鎖他的第一個技能 來推他隊 只要你成功鎖到對面 你懂得鎖的話 其實真的完全不難打 好 好 好像這些沙漠蜆是最舒服的 因為他一定是放地震 然後放龍頭地鼠 基本上他又不會走 最開心的地方就是這樣 然後又可以武魯強化 強化之後又可以推隊 非常之輕鬆 好 來到米可里這一關 米可里這一關 有一隻寵物特別麻煩 就是他有隻君主蛇 有機會 君主蛇就是一個唱反調的特性 就是當他的能力變化降低的時候 就會變為加強 例如減兩特攻 就會加兩特攻 他出面有一招叫做飛熱風暴 飛熱風暴 如果你被他跌到六級的話 其實大部份的東西都會推到 那這件事 是必須要必須要留意的 至於怎樣去處理 我自己都不太熟 我唯有祈求他可能換寵 甚至是 甚至是把他對面想換走 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好 來到神佬 神佬最麻煩的天王 一定是第三天王 你看到今場 一開始是對天蠍王 我都照樣換個圍根給他 因為我知道他打不死我 所以我照樣換個圍根給他 然後再丟釘 然後再鎖招格鬥的人 再派水晶燈火靈抗拒格鬥的人 然後再強化的人 一樣都是死了 死了一隻蟲 不過沒辦法 打天王這些犧牲一定要有 所以其實打天王 蝕成本方面 大部份在藥方面 大部份在雙藥 和加強的速度強化的藥上面 或者是氣球 如果你一塞 氣球都要買的 1100元一個 雖然不是很貴 但當你一錯得越多 就會越來越多 那個成本 所以最麻煩就是藥那方面 成本的話就是 那有沒有一隊是不需要畫這麼多藥呢 有的 不過我就不建議那隊 那隊我覺得 那個經驗需求更加大 比起這一隊 感覺上 我自己沒玩過 因為一隊夠了 不用再兩隊 除非他改過來 除非他改過陣容 好 好 還快打完這個天王 就是第三天王 看一看 這個第三天王有什麼麻煩呢 他麻煩了就是有炎帝的重 炎帝的重 你不知道是特攻還是物攻 對 他只要火的就是物攻 所以如果你派幸福大 就有機會打爆 還有就是 對面如果一來就是放火重 其實很難處理 譬如他一來放炎帝的話 其實你應該很麻煩 是很麻煩 唯有祈求就是 鎖了他一招技之後 再用水晶燈火來打 然後不落釘地打 唯一是這樣 因為落釘的話就太... 落釘不是不行的 但是會... 會... 很大風險 我會覺得 好啦 那麼這裡就... 基本上神奧來說 其實我覺得第三個道館難打之外 其餘一二四五都比較容易 反而神奧的冠軍是最容易打的 可能是第三和第四比較難打 神奧我記得 其餘就不算太難打 甚至是輕鬆的 好打完第四個天和 就到第五個天和 那麼希羅娜為什麼這麼容易打呢 因為他有聶雅六沙 他的聶雅六沙 如果你鎖了他 其實很大情況下 他都會留聶雅六沙 你看到我換了龍頭地鼠之後 他還是不會換走的 所以就非常容易打 龍頭地鼠三下劍武 一個速度強化 基本上就推完了 完全毫無難度 這樣就過關了 OK 那大概你打四個天王 以前四個天王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現在五個天王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十分鐘 或者二十分鐘左右 一個半小時一定打完五個天王 那一個半小時裡面打了五十多晚 其實都算是OK啦 這個收入 單焦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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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